传出财务危机的庆富造船公司基签员工8、9月的薪资160多名受雇的本地劳工与外,劳向高雄市劳工局申请劳资争议调解。 在今天的调解会中,庆富资方承诺10月18日前会将薪资会给员工,并强调公司会经营下去。 高雄市劳工局主任秘书皮周摩表示,庆富造船公司目前拼有本地劳工190名,外籍劳工45名,其中有120名本劳向劳工局申请调解。 至公司8、9月都欠薪,40几名外劳8月的薪水付了一半,另一半和9月也都欠薪。 劳工局除了进场辅导了解状况,并在今天召开劳资争议调解。 资方由董事长特助陈全雄代表,另有数十名劳工出席。 面对领不到薪水员工情绪性的发言,庆富资方表示,已经找到负薪的资金来源。 8、9月欠薪金额约2000万,会在10月18日前会给员工。 请员工对公司要有信心。 公司正在寻找各种方案,会继续经营下去。 庆富员工人担心10月18日会领不到薪水。 皮中模表示,一定10月20日再召开劳资争议调解。 庆富造船公司8、9月基欠员工薪水,进入劳资争议调解。 记者留学圣摄影分享。